好的 那么让我们开始战斗 关系点也就会在大王TV开机直播 欢迎小伙伴们前来指示哦 好了 那么让我们聊回场内 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双方配置 这一间的话是一把八级防 其实白鹿的这一艘船的话 在它所有的分防里面 它的鱼雷都是比较强势的 因为能够单次投射16颗雷 其实在七级防到九级防里面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 好 这边的话我们这里 两艘铁尔比斯 一艘格莱森导 两艘新墨西哥 对面一艘北卡 一艘比斯麦 再加一艘格莱森导 一艘新墨西哥 一艘巴伐利亚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中间的这个战略剑 其实差距不是很大 那么看一下群羊舰 我们这边爱金宝 米哈 小尔斯 奥斯塔公爵 这个是新的金币船 号称1000的AP弹出速的 这里对面的话是 艾档 米哈伊尔 斐基 利安德 那这样的话我方的 滴滴支援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并且的话我们的爱丁宝 可以看到爱丁宝是在上面 我们下方的滴滴支援 可能会给的比较少 因为队友这一些 身后这些船的话 都是趋向于一个 在外围洗的这些巡洋舰 我们直接往进A点的话 是肯定会被对面的 这一票子 利安德斐 季爱荡这种 敌军的巡洋舰 一般都会比较靠近前线 好 几方的另外一艘白鹿 是在B点卡住了点 那么队友的话是直接跟下来了 看一下 A点的话应该是会碰上 对面的大部队 可以看到已经亮了一艘 敌军的北卡 现在它是开起来加速 白鹿的速度并不算快 但是它的隐蔽性 在7级房和8级房里面 是非常优秀的 5.8公里的隐蔽 相对于像那种西姆斯 闪电之类的6.7 6.8公里的隐蔽 白鹿的隐蔽 其实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OK 看到了对面的北卡 这个位置上的话 估计他身后还有人 看看他放不放这一波雷 好 点亮的时候敌军的马汉 可以看到马汉是一个 七点几公里的点亮 那这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影必须直接压死他了 好的 用一波余泪在装填 马汉这一波烟拉的里面 应该是会有 对面的悬崖电波来蹲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几波雷的效果 好 首先是我们的第一波雷 看看能中几颗 因为北卡这个剃头 往前冲的姿势 如果说他不切的话 应该是只吃一颗 这个飞机的话 好像是要帮北卡接雷了 来 一颗 两颗 北卡再接一颗 漂亮 我们再来看一下 自己的下一波雷 这边雷马上就要进烟了 好 一颗 这个应该是马汉 后面有没有带机会 再接一颗 看一下后方的巡洋剑 可能没什么机会了 可能没什么机会了 好 这里的话是帮几方的队友 拉一波烟 其实他本来是想给这个格纳森脑的 但是格纳森脑是非常猛的 直接往前走的 那这一波烟的话 就是拉给身后的巡洋剑 以及战略剑 好吧 格纳森脑一战略剑 这个格纳森脑的话 差不多是直接跪在这了 好的 那么现在所有的技能进入冷却 稍微耸一点点 下面还有一波雷 可以阻挠一下对面的进攻 格纳森脑直接小军送死的 再接两颗 好的 可以看敌军的格纳森脑 以及新墨西哥这一票的战略剑 压得离A点的前沿非常的近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鱼雷是可以发挥出到最大的功效 我们的烟雾的话还有30秒钟 这一波鱼雷我们看一下他打算怎么丢 他应该是在等格纳森脑死 不然的话雷死自己队友 说不定把自己给弹死了 好 这边的马还是出了一下点 20秒 马上就能把这个点给拿下来了 看一下他这边打算雷谁 这个格纳森脑 头的是他的停船位 外切一波 然后继续洗北卡 烟雾时间还有2秒钟 17秒 最后一条烟 散的时候是17秒 这边是头的格纳森脑的减速位 同时也是往烟里面丢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雷的效果 拉高一点 这边的鱼雷底包来袭是对面马汉人的雷 因为马汉智商并不高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在烟里面摸到桨 中个彩 这个星墨西哥要中彩了 马汉中彩 星墨西哥只剩7000血 这个飞机的话雷是吃不了了 这一波又是中四颗 爽歪歪 好的 那么敌军的马汉一死 基本上这里对于我们能够形成有效压制 以及对面拉音的船就直接没了 那这边的话 哎 星墨西哥好像还在漏啊 大家可以注意我们的 呃 右上角的数字还在跳 这一波的应该不是我们人的 这个是我放的另一走白路 那这边 呃 起烟继续洗烟 呃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是 呃 日系驱逐舰最喜欢的情况 呃 对面的去 对面的滴滴已经死光了 呃 然后呃 呃 对面的战略舰又是正在前线 呃 又碍于我们 正前方这些战略舰阵容 他们不敢转向 呃 这里是我们呃 呃 日系滴滴最舒服的时候 呃 看一下 呃 刚才森老的位置 呃 头的是他一个内切尾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呃 呃 刚才森老在缓速到船啊 那这一波雷的话应该是有机会 呃 同时队友也是给他上了把火 这个要是刚才森老头脑一热把存管交了 那就还比了 好 两把火 然后又看到鱼雷过来了 这个刚才森老这个绝望啊 一颗 两颗 好啊 那么再来一颗 就可以塞个败了啊 塞个败了 好 那么敌军的这一条呃 主力战列界线已经是基本被我们雷奔了 嗯 那么下面的话就可以考虑往中间摸一下了 但是中间是有一艘彼此迈的 呃 那么考虑一下 还是选择在这边先把这里所有的船给清掉 然后再选择往上走 呃 因为上方呃 没有任何滴滴的关系 我刚的这个吹雪已经死了 呃 因此 上面的清墨西哥和铁尔比兹会比较危险 好 呃 十秒钟我看一下 诶 这个北卡 呃 六千雪 我们不打算雷他了 看一下他的目标选择 诶 这边这个米库 米库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好选择的目标 这个北卡的话是死的妥妥的了 但是这个米库的话 如果他想要往前走 肯定是要内切的 诶 外切 直接甩两波吗 好 一波外切位 一波耿直走位 看一下这一波雷 好 米库和斐机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分数仍然是在落后的啊 嗯 因为上面是被敌军的白露和愤怒雷的比较惨 好的 啊 这边的话 米库非常运气非常不好 应该是要接两颗 切 一颗再一颗 我们摧毁一艘敌军巡洋剑 好 这个斐机的话 队友应该可以收掉吧 呃 几方的这一 我们后方的战略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光了 他这样的话就只能依靠 呃 几方的名库来解决这个斐机了 啊 看一下我方的白露这一波雷有没有机会 啊 这个差的有点远 这波雷他没机会 啊 现在差不多该往上走了啊 这里再继续拖下去的话 我们上方的部队就要被对面给吃干净了 呃 我方剩余的最后一头新墨西哥应该也是要跪 啊 这里的白露隐蔽性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 6点几公里啊 斐机点不掉我们 我们可以直接外切走啊 5.8公里 这可能会被晾一下 诶 刚好擦这边 再外切一下 好得漂亮 完美躲过了这个斐机的一波冲昏啊 嗯 刚好用隐蔽圈压过去了 好 那么总算是把A点的这一票子全部解决完了啊 好 这边其实可以瞬间再用一个游泳加速 预判一下比斯迈的前进位啊 这个比斯迈我看一下 呃 是在满足倒船的啊 这边其实不应该拉这个烟啊 不应该拉这个烟 一旦拉这个烟的话 对面的比斯迈就立马就知道了 这里有一个驱逐箭材啊 那么水平它也应该是会看起来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雷 满足倒船的比斯迈 那么这一波雷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接两颗 好 一颗 两颗 进个水 啊 不进水 那么四千多血 队友应该是可以直接带走啊 那么这第一波雷的话 是把它逼的往前了 好 再洗个火 刚刚好像是交过损管的 其实进水的话 这个比斯迈就直接死了 好 对面的艾档是在忙我们 诶 看一下这边的雷好像有机会 诶 这里的雷有没有机会 这里的雷有没有机会 好漂亮 直接一发雷啊 艾档切不及时直接被驯爆啊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演员给的满分 这个艾当时即时切切没切回来 6杀啊 21万伤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演员晚上合饭给鸡腿 晚上合饭给鸡腿 买一送一 好的 那么现在总算是把比分 刚刚好给反回来了 我们现在还是比对面多三招传的情况 好 这说明我们前期的这个点位 其实 呃 由于我们两头驱逐键 主力驱逐都在下面的情况 呃 所以上面的B点和C点 基本上都是浪给对面的 嗯 这也导致了我们的分数 比对面涨的是要慢很多啊 可以看到现在对面的分数 立马有涨过我们了 不过不要紧 时间还有7分多钟 我们把B点拿下来的话 对面的分数我们还是可以再涨回去的 那我们切到白鹿的主视角来看吧 好 这边上去的话 应该是会点亮一艘对面的愤怒啊 或者是白鹿 好 点位卡住 但是没有开始战 那么说明对面的白鹿是在里面的啊 可以 好 直接选择开火 好 几率白鹿是一种还击 好 鱼雷管被打坏了 这个有点弹腾 刚好全部打在我们的鱼雷管上 请严重受损 这边测一下百分数的速度 然后5.2公里 基于斜 这边他拉了一波烟 先走 这些炮击精度还是不行啊 但是这个位置其实非常危险 对面的白鹿如果说刚好一波雷甩过来的话 很可能我们就吃了 这边得赶紧加速走 哎 敌军的这个这一波雷的话 哎 还好还好 我们的阿斯塔公爵没吃啊 这要吃了这就尴尬了 对面的白鹿仍然选择在点内卡点啊 嗯 那这样的话 他们是想拖时间啊 不过五分多钟啊 如果说你是一分钟还好 五分多钟基本上 他紧靠这两头去 六箭是不可能拖得住的 这边的白鹿仍然是把雷捏在手上 那么 往前摸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嗯 这边鱼雷在装填 还有两分钟的冷却 嗯 不然的话 刚才这一 要是有15 六颗雷这么一波雷目过去的话 可能对面白鹿直接死在烟里了 啊 白鹿仍然选择硬撑吗 哦 点来了敌军的愤怒 这个不是我们点亮的 是我们二次打攻击点亮的 对面敌军这个愤怒 这个走位是非常的糟糕啊 呃 这个位置的话 他已经是走不掉了 鱼雷秒被点亮 那么吃掉愤怒这一把的分数也就稳了 呃 554吃掉愤怒的话 我们大概是600分 好 愤怒的话 雷也甩了啊 那这个位置 不好意思啊 sayonara 啊 直接AP开撸了啊 哎 这个雷其实不用甩啊 直接死啊 这个不用管他 好 敌军的白鹿啊 6.1公里 嗯 那下面就是个垃圾时间了 这个白鹿肯定是没有任何办法的能力了 这边其实拿A7比较好 好 顺道再帮队友亮一波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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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拿A7比较有效 这个AP弹的话 嗯 大白鹿其实没多大效果 好了 那下面的话就是垃圾时间了 那个这个白鹿如果满足好的话 还要浪费大家的功 影响大家的观看体验啊 下面就A军就直接快进过去了 那那么最终的话 也是一个六杀啊 白鹿的人头也是没得拿到 那非常的可惜 嗯 好了 那么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嗯 拜拜 拜 拜拜 should of employees 请 我先发现鱼力 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